大家好,歡迎繼續收看自己做分析 繼續有風盛資坦管理董事,黃國英英Sir 英Sir你好,大家好 英Sir上集提到我們投資要有膽識 即是不要怕犯錯 但最後提到一個關子 就是我做這份工作 投資隨時會試倍功半 聽到我立即覺得自己好像入錯行 現在是否應該要轉工跟你賺錢才行 你在TVB大好前途 風安萬千女性觀眾 我媽媽、我老婆和兩位同事都是你的粉絲 這樣的經驗無謂浪費了 放心,其實不用轉行 你看你講到這樣 只是嘲笑多過真心替我開心 你先不要買那麼多關子 究竟現在我這樣 為何我現在會試倍功半呢 其實做財經主持最大的問題 是資訊過多 你一日至少訪問幾個專家 這個看好,那個看淡 然後這頭可能報完一宗利好新聞 轉頭又弄一宗利淡給你看看 多角度衝擊 你只會令人沒有受色衝 我們的台是全港唯一一個24小時的免費財經頻道 為觀眾帶來第一手的財經消息 就是希望幫大家容易快點就市場作出反映 為何這樣反而是沒那麼好呢 難道我們減回一半財經消息的時間 改播劇嗎 當然不是 一個財經程度一定是以提供 又快又準的財經消息為目標 但作為投資者的話 接受太多資訊的話 只會令到無所釋出 其實資訊的數量是存在一個理想水平的 理想水平即是太少人不行 過多又不好 這樣說對不對 沒錯 其實在上世紀五十年代的時候 美國中央情報局CIA的文件裏 刊登過一個報告出來 他們以賽馬做這個研究的目標 找了八個專業評檔員 最初給他們五個資訊 然後慢慢將資訊數目提升到十個 二十個和四十個 發覺資訊數量越多 他們的命中率其實沒有提升 反而還跌了少許 但現在一件不同的 就是他們的信心水平大幅提升了 太多資訊會令到人左想右想 覺得這個又說得不錯 那個又好像很有道理 令自己聽完全部人意見後 又左搖又擺 猶疑不決 遲遲不能夠做一些投資決定 又或者像你剛剛說的研究結果 去到另一個極端 就是大家聽完資訊之後 就覺得自己資訊爆棚 難怪你說我的位置那麼難坐 樂觀點看 你不夠膽 都比你資訊爆棚更好 懶惰勁亂賭 說回化解的方法 就是建立一個自己 基本入市原則的Paybook 總之合乎上面的條件 就可以去碼了 否則你聽完整串人說話 就算我當你想得通 想得對 真的對也好 過程那麼長 價格都會飛去 如果在眾多意見當中 我們只選幾個好的 命中率是高的 選擇來聽就沒問題 這個也是一個折衷方法 不過大前提一定要選擇好的來聽 那我聽你講就行了 不過這樣 你經常都拒絕 我叫你做十點無線財經 直播你又不肯上來 那怎麼辦呢 現在我又很亂 聽也不可以聽一輩子 最終怎樣都要靠自己 讓我搞到你一個方法 但在過程中不要太疼 這個方法究竟是甚麼呢 又是賣關子了 下集同一時間再見 拜拜